嗨,大家好,我是Fly。 就所周知,中国历史悠久,古镇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建筑文物《古色古香》可以说非常受欢迎。 今天,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古镇,它就是位于广西和湖南的交界处的丹州古镇。 丹州古镇和我们常见的古镇不同,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别,四周被水环保,并且在它的外围还藏有很多河滩草。 从外向内看,好像是把这里保护起来的一样,品空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 不过,也正是因为如此,再加上地理位置偏僻,游客想要进入这里只有乘船才能到达,这就导致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古镇,前来的游客也就非常的少。 当然了,也正是因为前来的游客少,丹州古镇并未像其他古镇那样遭到人为的破坏,也依旧保持着原有的风貌。 丹州古镇的历史非常的悠久,据了解,在明朝这座古镇就已经修建好了,再加上当地人以种植沙田幼为生。 如果每年11月份前来者,不仅能欣赏到优美的景色,还可以吃到美味的柚子。 很多网友在知道这座古镇后表示不可思议,那么对于中国这座被水包围的古镇,你们行动了吗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